学佛不是只在文字上打钻 而是要懂得活用佛法 佛教有很多法门 每个人有自己学佛的因缘 陈朝波居士认为 学佛要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 佛法才是真正的活用之法 我们要学佛的过程当中 大家求的就是要有智慧跟福报 所以说我们要修的是两福慧 简称叫做福慧双修 佛教的一个法门有很多 有八大宗派有很多 所以说每个人的学习的过程 的因缘是不同 不一樣 所以有一些人看了很多经典 参加了很多的法会 这个是每个人的因缘的一个演细 这个都非常好 而参加这个法会 或是我们看很多经典的过程当中 我们学习道的佛法 学习道的佛学 我们是要用于在日常生活当中 用于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佛法才是真正能够佛用之法 不是只有在佛学上 文字上的理论在打转 所以说简单来讲就是用于生活自法当中 就是我们从学习佛法当中 能够用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应用 如何去应用自己 应用自己的在生活当中的 所谓简称的叫做三生 一个生存 一个生活 一个生命 若是不能应用在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变成跳空于理论 跳空于佛学的 佛法是为了学佛 学佛是为了活用 而不是在佛学的文字上打转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仙俊平东采访报导